她是周润发前妻,前夫破产后绯闻不断无奈离婚,如今貌美依旧。一审。 很多人知道周润发的妻子是陈慧莲,但周润发在陈慧莲之前还曾经善婚过。 1983年周润发和相恋四年的陈慧莲结束恋情后,很快就和当红女星于安安结婚,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九个月就已分手告终。 于安安1959年10月22日生于香港,在75年中学毕业后因街拍广告出名,并加入TVB,当年就参演了黄瞻导演的《大家乐》。 在1976年,于安安搭档正少秋,汪灵权出演电视连续剧《书静恩仇录》,其饰演的香香公主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,开始走红。 在1983年和周润发结束第一段婚姻后,在85年认识了著名电影公司《环雅》的市场推广部主管的李万琪,经过两年的恋爱期走入婚姻殿堂。 李万琪比于安安大一岁,也是香港人,曾是全国赛车的冠军,在赛车之余为电影做地区推广。 在当时李万琪算是比较富有,也正因为如此,于安安婚后就离开影坛,并生下了两个女。 2002年,李万琪被法庭宣判破产,但于安安依旧对李万琪不离不弃,全家人共度难关,还付出拍戏,在精神上,经济上帮助李万琪。 破产后的李万琪却一直没有闲著,不断地传出绯闻,并且恬不知耻地说,我破产,但快乐。 但就是她的这种快乐让于安安任无可忍,终于和她离婚,女儿也由于安安抚养。 于安安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婚,不是她找不到,而是她不想找,用查小心的话说就是经历两段婚姻的她怕了。 于安安曾经说,有个拍拖关系的好伴侣,但我绝不会再结婚,我怕了。 但人的想法会随着年龄见识的增长而改变,遇上真命天子时,不想结也会结。 周年以后的于安安评级助线署,精湛的演技,再一次征服了观众,甚至在2016年还评级最后作孽获得第25届香港舞台剧最佳女主角奖。 4月14日,曾智雷举办65岁生日派对,59岁的于安安也到场祝贺。 她打扮时尚,穿着红裤,虽然面向健老,但气质依旧,风韵犹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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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